來 請問一下 我問你 因為現在外景節目 非常地流行 是 那麼我們五花教主 也出了幾次的外景 請問一下 您的心得怎麼樣 我覺得我 磨練我個人的演技 然後把我的戲要演好 很好演技 本來一直以為 做節目出外景 是拓展我的視野 後來發現 出外景節目 是對我個人的一種 是一種折磨 是一種責任 那這種責任就是 不在乎我的肩膀寬不寬 一定要承擔下來 是 因為我今天可能比較 沒有辦法挺直的腰 跟你們主持 因為我後面貼的 都是那些 筋絲膏之類的東西 真的嗎 可是我覺得你今天看起來 比較像虎航的 喂 虎航 虎航手 沒錯 還有一個老虎 要買幸運嗎 對 有最後一隻了 對 不過我有發現其實五哥 你每次出外景的時候 你好像都不擦防曬乳 像我最怕就是 出外景會 曬黑這件事情 其實你不用太考慮 自己的外型 你長這樣子 何必在乎黑與白呢 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你自己長得夠漂亮 就算是黑 就算是小麥膚色 一樣有健康美 沒有 你知道我們女生 都不能黑的 不行 白富美 還在嫩嫩 公主 這一點我其實不太了解 你應該是 皇后娘娘之類的等級 黑與白真的會差那麼多嗎 差很多 我跟妳加很多歌 我跟妳看一下 這個是我對不對 這個是我 這個是我 這唐麗琦老師 超像的 來 今天射手座的運勢是什麼 射手座 來射手座 我最近也衰 不能去河邊 要小心 沒有 這個是誰 冷靜下來 唐麗琦 唐麗琦老師很高興 這是我 相當經過高解析度之後知道了 這是 幾年前的妳 也沒多久了 幾年而已 是 這是我 這是白皙的我 花花 白皙的花花 對 接下來我覺得 我要讓我們看一下 曬黑的我 好 就變得很醜 你看 張惠妹 你是我的姐妹 你是我 你喜歡皮膚白還是黑的 其實我認為 黑與白都不要緊 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一定要有朝氣 有活力 你知道嗎 今天來到 今天四位來賓 在我心目中 他們都是外景主持的 一線的一哥 一起 有 看他們的節目 從來不會去看 其他資深的主持人 真的 這一點我們待會兒 在節目當中再討論一下 他們節目當中 都是群體在主持 但是我只看他們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敢衝 敢拚 有衝勁 有活力 指日可待 那些主持人 那些大哥大姐 一定會被他們幹掉的 掌聲歡迎四位特別來賓 對 我們最近是不用領錢的 可以這麼說 想太好了吧 很多觀眾朋友都覺得 對外景節目就是說 你每天都吃好吃的 每天都玩好玩的 然後所有的景點 你都去玩了 是 我本身真的也這麼想 後來我才發現 其實跟我想像中的 完全不一樣 知道嗎 很熱對不對 外景節目熱死了 尤其夏天的 不管多了 不管多熱你 好像永遠都要弄得 四季宜人一樣 你知道嗎 像我們之前不是去北海道嗎 是 然後你逼我做那個 什麼熱氣球 我也是超怕高的人 對不對 然後還有吃東西 我覺得也很難 就是像有些人 他就是很會有那些 口感的形容詞 像五個就很厲害 然後我就說 特別 好吃 什麼什麼的 可是我就還滿 複服 氣小心的 你什麼都敢吃 然後怎麼都敢吃 其實我不敢吃辣 你知道嗎 是嗎 我不太喜歡吃辣的人 可是譬如說 今天要拍麻辣鍋 然後是那種魔鬼鬼焦那種 我真的就死定了 然後我吃麻辣鍋 我旁邊就要放那種 牛奶或什麼的 在做自己的 解辣 對 可是我還是必須吃 然後有時候 你肉這樣夾起來 它就是要拍那種冒煙 很漂亮 所以我常常在拍吃鍋的時候 一夾起來 放在嘴巴裡面去 拍完那一段的時候 你知道我的口腔內膜 已經熟了 口腔內膜 是整個內膜還是 不是子宮內膜 是口腔內膜 就是裡面的肉是白的 太熟了吧 熟掉了 因為它太燙了 這就是一種職業道德 你知道嗎 就是觀眾喜歡看 你做一些不敢做的事情 喜歡看 對 哭 哭 失控 但是我忍住我不哭 我有一次玩遊戲 被懲罰 嚇死我而已 我以為是埋到的蟲 那個是懲罰 就是我抽牌抽到 一缸的麵包蟲 他們就說什麼是 膠原蛋白美白肌膚SPA 我想說是什麼東西SPA 結果他就端出一缸麵包蟲 我看到就整個傻眼 他說你要把臉埋進去三秒鐘 三秒 對 大家都在等我 我沒辦法 我就看到阿翔的眼神是這樣子 趕快嚇了 他的意思就是說 快點 好吧 我就憋氣 就一 二 三 我還說幫我壓頭 不然我下不去 他們就壓著我的頭 我就整個麵包蟲 我們來進去三秒鐘 吳哥你有沒有看過 那集我沒有看過 我真的很想看一看 就是謝忻被壓頭的 就是 重點不是壓頭 我們要準備VCR VCR我們來看一下 撐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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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抓 抓泥鳩一樣 但是他還是抓泥鳩 加油 加油 他已經差最後一步了 加油 好長哦 大金流用流的 再學姐再最後一步 加油 來 來 3 2 1 起來 加油 1 2 2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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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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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味道 就是 蟲味 剛才妳真的是 一點都是高蛋白 沒有 麵包蟲 沒有麵包蟲 它是蟲味 然後那個泥巴也是 我在泥巴裡面就是爬行 那一次爬一爬 因為它那個泥巴裡面有田螺 我還被田螺割傷 然後回家的時候我想說 算了 沒關係 隨便水清一清而已 後來傷口處理不剩 感染 然後還去醫院把那個傷口 那個清創 把肉刮掉 要把它剃出來對不對 對啊 瘋了好幾針 所以歡笑背後真的是滿多淚水 節目一開始就做到一個 這麼嚴肅的痛調 這個時候我們就需要 立東 在有台的綜藝節目裡面 你們主持人很多 主持人很多 是現在目前外景節目最多人的 那我最近看到一個消息說 因為我的partner花花 她是一驚嚇成名 收視工程 她就不希望節目再有其他的 那麼多無謂的主持人 刪剪 對 你們現在主持人有離職的嗎 有 有 慢慢在離開 比如說 沒有啦 比如說有些人有其他人有事 他就先不能來 對啦 比如說李仁哥在拍戲 是 然後露露要發唱片 就是慢慢的 任何要導的店鋪 都不如說自己要導 都會打內部轉 沒有 其實我們是 不爽花花的也會說 我有別的工作 可是製作單位有心要逼退我們 因為他就是會弄 覺得我們害怕的東西 比如說他怕高 他就一直安排高的給他 對 他上次要一個高空要跳下來的 是 四層樓 我跳不下去 他腿軟 他上面待了大概40分鐘 對 哭喔 下來那個妝整個脫掉 然後臉是歪的 眼睫毛都歪掉 沒有 立東其實你會 今天你是來賓 我們主要是聊你 聊我 對 你在節目中 還是你沒有什麼可聊的 我們都可以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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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剛剛出道的新人 最怕編故事 沒有故事就直接說 沒有關係 我沒有硬聊 我的都很可怕 它是我們裡面的衰咖 就很多東西都給他 那你要聊嗎 因為觀眾喜歡看我被枕 然後我那個很痛苦的臉 他們就是 都太酥壓了 所以說我就會面臨很多關卡 是 譬如說我隨便舉幾個 好 隨便 我在早上六點半 吃過狗罐頭 狗罐頭 所以我那一季 就大概吃了十二次 十二種狗罐頭 有沒有現在吃著吃著 也習慣 吃出口味 比如說這是黑胡椒牛肉 然後鐵板牛柳 這是一個隱私文化 你是不要上一些主廚的節目 或者是去什麼玩家 去聊這些 沒有沒有 比如說泥巴 再來一個 泥巴那個也很慘 我們就打泥巴戰 可是因為那個泥巴 裡面有細細的很多細 細草 然後你是完全在玩的時候 你完全沒有感覺 沒錯 然後那時候我們玩完的時候 然後大家在清洗 我在沖澡的時候 發現全身是刺痛的 然後後來仔細一看 全部 大概就是被像美工刀這樣 全身都被割到 全身 全身就這樣一直割割 然後後來我們就去醫院 打破傷風 那一集我們總共 將近快要十個主持人 全部都去打破傷風 你有參與是不是 我有啊 因為我的腳也流血 是 然後都去打 所以其實真的不像你們 想像中的這麼的種 真的 很可憐 一個藝人的成功 一個節目的走紅 一定有一個辛苦的地方 現在我們就要看看 張立東他到底如何走紅的 好可憐 和阿琦 好可憐 他太挖進 反而到 快速 我還沒玩 你不要玩了 還沒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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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 想不到誰碰 是不是 怎麼看不出來是你 吃土超嚴重的 而且它裡面有很多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真的很臭 而且我有一度是要窒息 我只剩下一顆眼球在外面 這一場你也有嗎 我有 因為我後來一天玩一玩 我就受傷 然後就被帶出去了 你是因為受傷帶出去 不是因為獲勝帶出去 沒有 就是輸了 然後又受傷 然後就被帶走 所以在你們節目要活下來 只有兩個要素 一個是受傷 對 一個是獲勝 沒錯 就是命要夠硬 對 對 我剛剛看以為是報告班長 第18場你知道嗎 超多這一種 而且立東你在做那種 泥泞的樣子 其實很MAN耶 對啊 我覺得你可以朝這條路線 真的嗎 要麼就死掉 要麼就哄 這麼奇怪